一样迁徙是现在娱乐圈里很有流量的一位明星了 他的粉丝也是很多 在DFBOYS中 一样迁徙一开始并不是很招观众喜欢的 有很多人在黑他 但是现在的一样迁徙已经不是从前的一样迁徙了 现在的他很成功 现在有传闻衬一样迁徙在新戏的拍摄中 居然拍摄了吻戏 拍吻戏就算了 还没有用替身 这真的是一件很让粉丝头大的事情 自己的偶像长大了 居然开始拍吻戏了 才得知一样迁徙 居然开始拍吻戏的消息 很多粉丝都疯了 纷纷表示女主是谁 真的是要赚三了 放开一样迁徙 让我来 一样迁徙是很喜欢传统文化的 他曾参加了国家宝荡的录制 在节目中 一样迁徙的表现 也是让很多人惊讶 一样迁徙出生于湖南环化 身上流淌着楚文化和互相文化的基因 多才多艺 自幼喜好书法 浸润传统文化熏陶 加之其具你灵秀的外形和性格 他真的可以说是 从古代漫步走来的少年 一举一动都让人心动 一样迁徙 也是一位很优质的武相 从出道以来一直坚持着走自己的道路 他熟悉多种舞蹈 除了跳舞 还会跆拳道 魔术 书法 乐器 早在加入TFBOYES前面参与了多档综艺节目 少儿节目的录制 同时也参演了多部的影视作品 以及前辈歌手的MV 多才多艺的他在队里是最小的成员 在组合成立的时候 异样迁徙 并不是像现在一样 有很多人的喜欢 但是很幸运的是异样迁徙之道努力 现在的他很优秀 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 异样迁徙的眼睛很漂亮 坚毅的目光中带有很漂亮的神采 在很多的娱乐圈小鲜肉里 异样迁徙的眼睛是很出众的 他眼睛里的光芒不是一般人拥有的 异样迁徙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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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